我俩在一起已两年多了 本来我们相处得挺好的 也开始谈婚论嫁了 但自从她非要开宠物诊所之后 我们的感情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她不理解我 宠物诊所是我现在唯一想投入精力干的事业 现在我们的感情是不如以前了 但这都是她的原因 她的想法特别不切实际 而且太任性了 如果她能把这些毛病改了 我们不至于闹成这样 我的性格就没变过 一直就这样 但她对我的挑剔越来越多 我也不知道我们该不该继续了 欢迎两位 小伙子现在做微商是吧 对 是做微商 大学同学是吗 对 我比他大一级 还高一级 师兄 师兄当时在学校里怎么追的师妹 为什么追 因为我们两个当时都是学生会的 然后在活动 包括这个工作上有一些交集 后来经过别人说 然后我跟她也有这些认识以后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单纯 特别善良的一个女孩 尤其她是学这个动物医学的 就是咱们说兽医 我就平常特别喜欢小猫啊 小狗这些小宠物 她也特别喜欢 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有共同语言 然后我追的她差不多有两个月吧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这小片里说你要开一个宠物诊所是吧 对 这不影响你们俩相爱啊 你开你的不就得了吗 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开的这个宠物诊所 就是相当于就是偏工艺面多一点 然后她就觉得我刚毕业做这个事 就有点不欠实际 然后她就想把这个事先割一下 这个偏工艺面多一点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主任我跟你说吧 她的意思是因为咱们知道 现在宠物医院都是那种收费给宠物治病 她想的是因为她特别喜欢宠物 我就白给你治病 或者说我少收你点钱 我只要看着宠物好 宠物高兴 我也就高兴 她是这么个意思 她是当救治功能来的 对 我问问你们 你那么喜欢小动物 你学动物医学的 你们过去收养过流浪动物吗 收养过 还收养过 所以你也不反对这件事是吧 我本身她开宠物医院这个事 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她刚毕业 就想去做这种公益性的这个东西 尤其您也知道 这种公益性的组织 它都需要一个持续的 有来源的这么一个资金支持 她什么都没有 我们两个都属于刚毕业嘛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资金来源 她就想着去 开这么一个公益性的 你这是一个想法 还是说你已经开始实施了 我算已经开始实施了 因为她就是 我俩之前也一直去 那个流浪狗的那个基地 去做一些义工呀 而且我俩也一块收养了一个小猫 然后就我觉得她也很有爱心 我俩就是在流浪狗基地的时候 一块帮助那些小猫小狗 我感觉特别开心 她也特别开心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 我的问题是说你开始做了吗 还是想想 我现在就是也筹集钱 也跟家里要钱了 然后就是她还是 你跟家里要钱了 对 要到了吗 要到了 你父母怎么说说我要开一个公益的一个宠物医院 对我跟我家里说我也毕业了嘛 然后我就想开一个宠物医院 然后就是多帮助那些小猫小狗 然后我觉得就把他们 就是从他们生病到给他们就是救到健康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家里也挺支持 家里面支持给了钱了是吧 对 你们俩过去原本在毕业之前有过打算吗 对于未来 我有过打算 因为我在大学一直做微商 然后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在做微商 其实我也有自己创业的一个小计划 因为她特别爱吃酸菜鱼 我们学校周边又没有做酸菜鱼主题的这种餐馆 我就想着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这种主题的餐馆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经营 然后我们有了一些积蓄以后 也不用去和家里要钱 然后我们再去做她这个宠物医院 我就这么想的 你已经毕业一年了对吧 对 我已经 那你这一年你那个餐馆开起来了吗 没有开起来 她就一直让我跟她去做这个宠物医院 她也不想跟我去开餐馆 我这现在我一个人我也弄不起来 我听明白了 女生是要开一个宠物医院 对 你家里要了钱了 对 就差她点头是吧 对 男生的想法是要开一个酸菜鱼馆 对 因为她爱吃 然后挣了钱再去做公益事业 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 问问你们俩情感上的事 因为这个事 肯定会对感情有影响 对 影响大吗 我想问的是 太大了 这所谓太大是什么 就是我们俩已经认识两年多了 从我们俩刚认识 我父母就把婚房背下了 父母就说 你们俩都已经毕业了 这赶紧就把这婚事就 开始着手准备吧 行 明白了 上阵诺想结婚 对 我爸我妈就把装修费也交了 然后什么事都已经给我办理好了 我就想着说 正好我们之前不是因为这事置气吗 比如说 就借着这个装修这个契机 共筑爱巢嘛 我们两个借助这个机会 能恢复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结果人家一点不领情 我把人家带到装修公司 人家说 你爱装成什么样 就装成什么样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当时就 心里边确实挺生气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这个是以后 我们两个要住在一起的地方 怎么能说跟你没有关系呢 我为什么就是 不跟他选这个装修风格呢 就是因为首先我觉得 就我俩因为之前创业这个事吧 就是闹得也比较不愉快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机 我俩感情可能就不像之前 那样那么好那么稳定了 我感觉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事情